淡水区新兴国小新民街的侧校门因为缺乏号制灯的管制 学童们上下课过马路的时候都必须要依靠导户老师的指挥和协助 而从新民公园方向过来的汽机车也常常会有车速过快的状况 让导户家长和师生安全都备受威胁 因此校方也向议员 蔡叶伟陈勤希望可以增设号制灯来进行改善 屋下淡水的新兴国小在校门口新民街这侧 因为学生上下课缺乏号制灯 学童过马路时都得依靠导户老师的指挥与协助 而有时从新民公园方向过来的汽机车 因为到校门口刚好有一个弯道弧度 行程死角若是车速过快容易在注意到导户老师时 刹车不及造成师生的安全受到威胁 因此校方也向议员蔡叶伟来陈勤 希望可以装设号制灯来进行改善 上下学时段这边车速都非常的快 那我们的交通都非常的涌涩 那我们导户老师跟那个义工妈妈 都协助在这边做交通的路队的维护 那其实车速都非常的快 那其实对学生或者是导户老师 或是义工妈妈人生都造成很大的威胁 而在接受到校方的陈勤 议员蔡叶伟也会及相关单位前来会看 现场也商讨要征设号制灯在校门口的位置 考量到从新民公园来的车辆 有车速过快的状况 因此议员也提议在校门对面 右方约100公尺处再征设一支警示灯 借此来降低用路人的车速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呢 这个环环线都往后退 然后呢这一个我们的这个耗制灯呢 能够呢就刚好在那个转角的地方 那另外右手边这边呢 也是一样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的警示灯呢能够再往前推 那这样的话车子呢要经过校门口 比较远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警示灯了 那就可以把速度呢放下放慢下来 在会看过后除了校门口将会增设两支三色号制灯 地面上的行人斑马线也会重新化射 并且考量到并不是全时段校门口都有停红灯的需求 因此这两支号制灯在开始运作时 也将会朝向分时段做不同灯号的管制 在不是上下课的尖锋时期 采用闪烁灯号借此提升学童上下课的安全 也将民众的不便降到最低 记者许端一 廖品涵淡水采访报导